各位粉丝大家好 可以揪揪一下风的经验吗 以后的影片也可以 按赞分享哦 多多许一样 我们先开始吧 prem 刚刚 哎 有面 有面跟乳匙 有面 面在这里 你會在這裡 有一個麻17F 串軟 燈不會拉嗎 串軟不會拉 麻可以嗎 可以 鴨翅給我一個 鴨翅 鴨翅肩沒有 一次可以嗎 四隻一百可以嗎 好就這樣 先這樣 先這樣 那就是剛回來買到了 這個 一人波盡開的麻17滷味 那我選的是麵 因為剛好現在是晚餐時間 我就買了一個麵 然後他還有一個辣的 我本來想說要點那個鴨翅比較過癮 結果他只有雞翅 我跟他講說是小辣 他說我有點麻接受嗎 我說可以 那種類還蠻多的 我就選這兩樣 因為想說 他豆干海帶跟那個鳥蛋是招牌 可是我沒有選 因為想說常常在吃這些 就改天再來自己吃吃看 我覺得那些應該都是蠻平常的一些 滷菜之類的 好 那我們再來吃吃看 麻17 那我還看到旁邊有米斯豆娜 停電圈 他最近有跟LINE聯名 他有出那個小盒的那種 LINE的盒子包裝的兩盒一百塊 裡面有不同口味的 裡面有三個口味 那我買的沒有那個小盒的 我買的是一個熊大的那個 停電圈 還有一個糰子 我沒吃過 還有一個檸檬的停電圈 這個檸檬的停電圈 然後還有一個熊大的 他給很多袋子 他沒有給那個 用那個LINE的盒子裝 就是LINE有熊大兔兔的那個盒子裝 他沒有 他就給我個小袋子 我覺得蠻可惜的 剛剛就看到有人 也是用那個LINE的盒子裝 是不是 為什麼偏藏我呢 為什麼我沒有LINE的盒子呢 我想要那個可愛的LINE盒子 就這個 他這個盒子很可愛 你看 每一面都是有圖案的 你看 熊大的 好可愛喔 你看熊大的 不過這一個蠻貴的 這一個叫75塊 大家來嚐嚐看 然後我還買一個糰子 日式糰子 這個沒吃過 很少在停電圈店買這個糰子 也比較貴一點 不過它是日式的 有點醬油味 我們來吃吃看 上面有可愛的獅子 我們先來吃停電圈好了 先吃個檸檬的 吃吃看 它造型蠻可愛的 上面有個葉子 代表是檸檬口味的 大家有沒有吃過那個 基隆的檸檬蛋糕 就是有那種味道 檸檬味很壯 它這個檸檬有點偏 小小的酸 然後這個檸檬卷還蠻鬆軟的 很好吃耶 不過它吃久了會很甜 那這上面是檸檬的那個 巧克力店 因為喜歡吃甜食的 應該是蠻接受這款 這個還不錯 好接著我們來吃可愛的熊蛋 我來咬一下它耳朵 耳朵沒有咬手了 小朋友一定看到 捨不得吃啊 對不對 捨不得吃 這太可愛了吧 這應該滿滿的巧克力醬 這跟髒髒包有點類似 髒髒包的甜甜甜圈板 糖尿病啊 哇這好甜喔 不過它這個巧克力 真的是蠻濃的 有一點小小的苦 它只有造型可愛 但是都蠻甜的 好接著我們來吃糰子 它下面是有醬油的 好我來吃一個 看會不會是鹹鹹甜甜的 因為日本的啊 很流行就是這個糰子 但是我沒有吃過 像麻糬啊 它的糰子就像麻糬 只是它有沾醬油的 很鹹鹹的 然後沒什麼甜味 糰子還蠻軟嫩 就麻糬啊 像麻糬那樣 用像我們台灣的客家麻糬 可是也不會到很黏牙 還可以蠻Q的 嗯還不錯 接著重頭戲啦 我們要來吃麻糬七 藝人鍋鏡開的店 很早就要想要買了 因為鍋鏡也是開蠻久的 但我看生意也是沒有很好啊 我去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買 好啦 打開 好我點的這個麵叫做 川南招牌小麵 那它也有麻糬七 椒麻小麵 它只有這兩種 我看到只有這兩種 但是別家分店好像有 紮茶小麵啊 以及麻糬七 豆花齁 別家還蠻多口味的 不過這家分店就是沒有這麼多 裡面的料就這麼滿 可是它都是屬於這種塑料齁 塑料比較多 用咬蛋 然後兩塊豆干 欸其實也不用捲豆干啦 這裡面就有了 有木耳 然後有香菇 所以整顆香菇 然後有這個玉米筍 然後拌一拌 他說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辣齁 然後麻一定是有的 它有麻的口感 那大家有看到辣椒嗎 那它這個木耳可能有點酸喔 我聞到那個醋的味道 那如果想要吃那個蛋啊 然後什麼雞蒸啊 就是素肚啊 素肌啊那些的 或是你喜歡吃海帶啊 都可以另外再點喔 那它這一次就是沒有那個鴨翅的 有雞翅還沒有鴨翅 那也有鴨蛇 你試試看喔這個麵 細麵喔 我覺得還蠻香的齁 它這個麵我喜歡耶 而且還蠻軟的齁 它加了香味 但是沒有到麻 它是後面慢慢的麻 我舌頭有點感覺 它是沒有到辣到喉嚨啊 像麻的話我還可以接受 若是辣的話我就不能接受 因為辣到喉嚨會嗆到 打一點蔥花有蔥花的香氣 我覺得還不錯 吃一點那個木耳 它木耳有加醋 但是沒有很重的粗味 還蠻脆的 還有玉米水 再鸟蛋 鸟蛋吃一下 喔鸟蛋有香喔 它那個醬味有沒有感覺出來 因為都被那個麵的麻 可以蓋過了喔 蓋過那個醬味 它那個滷味的感覺都沒有很重 這鸟蛋的味道本身還是有 會讓你一口接一口 還蠻好吃的 吃一下這個 豆干 它們切這個小塊的豆干 它這豆干就有滷進去的味道 蠻香的 有那個滷汁的味道 中藥味喔 沒有很重的中藥味 一點點淡淡的 感覺它的八角味也有 整體上來說 它每個東西還算不錯還可以啦 直接一人開的嘛 你只是說它有保證啦 沒有保證的話很快就倒了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看貼心喔 蜂膜喔 不用怕它說掉出來之類 它雞翅的大小沒有很大 裡面有三塊 裡面有三塊 雞翅的大小就這樣 比較小啊 比我手板還小一點 好來吃吃看 它說它這個也有一點麻喔 小辣 小辣 然後它還蠻軟的耶 它的辣沒有到很辣 它的醬味也蠻重 滷的蠻軟的喔 你看骨頭一下就分離了 一般去外面吃那種炸雞翅啊 有的很硬啊 都有筋啊 很難咬 它這不會很軟 不過一般人可能覺得說 很普通的 比較少人要買 畢竟滷味市場也是競爭蠻大的 因為外面也是一大堆滷味店 而且有的人喜歡吃滷味是加王子麵的 他不喜歡這種麵 加這個可以下次再點喔 辣雞翅 但是我比較想要吃那個 啃那個辣鴨翅 看電影之後啃那個蠻過癮的 好那最後來講一下 這個麵呢 我會下次還會再買喔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我愛吃辣的人呢 就不要叫它辣齁 就麻就可以了 麻的味道還蠻香的齁 再口中 嘴巴那個舌尖這樣麻麻的 味道沒有很重 還可以接受 真的還蠻好吃的 郭靖讚啊 我們來支持一下郭靖好不好 麻石雞吃起來 支持郭靖齁 那米斯多拿的部分 我是個人覺得 這一次賴人民的話 是比較可愛風 但是老實講真的是蠻甜的 所以喜歡吃甜食的人再買齁 如果不喜歡吃的話 盡量不要買好不好 他這個螞蟻人專用 那個天人圈店齁 好剩下的我就慢慢吃完了齁 那喜歡的話就趕快 訂閱我的頻道吧 訂閱分享按讚齁 那我們下次見拜拜